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育教育这个目的 其实说穿了 我常讲这十六字真诀 十六字真诀 跟我前面一开始的三好 三好跟十六字真诀 到底是一样的 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个来做 那么这些东西做完之后就发现了 真正管用 因为所有的生命教育很重要的 第一个要探索 要认识生命 生命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今天你的什么是D.A.A. 领导金主 生命的来源 我们是在什么环境下产生的 对不对 我们是生命的历史 我们要知道 所以我刚才讲 作为一个中国人 你要对中国有所了解 对不对 像台湾现在天天谈的 什么本土啊 教育啊 什么去中国话 我说两句话 我个人是反对的 对不对 不可能 本土每个地方都有本土 对不对 但是不要忘记 今天这个社会已经不仅仅是中国话 今天是全球话 我也不谈中国 我谈的是全球 我谈的是人类 我跟各位讲一下 我们是人类 当我们都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 当我们跟其他的白种人 跟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是人类 对不对 我们要把我们的范围用过来 我们要包容 我们要接纳 而绝对不是在那边 逐渐的载化自己 对不对 今天我是香港人 而我是广东人 那个没有意义 好 我们针对生命教育啊 应该要从这样一个概念哈 就刚才说的十六四真言 你要懂得认识生命 你要懂得欣赏生命 我的尊重 我的真意 我的认识生命 意思是告诉你说 要知道生命的意义 对不对 怎么生存 我们看DNA 就是到底了解 人类 这个所谓 去养活到核酸 就是人类的基本 所谓的基因 对不对 就是怎么成为一个人 那怎么成为一个人 第二个目标 探索 了解你自己的特征 你的特性 你的专长 我跟各位讲 各位先生说 你们绝大多数都是老师 我敢大胆地问你一句 你了解你吗 人穷其一身都不了解自己 因为我们常常讲 不概观不能论定 什么叫不概观不能论定 死了还搞不清楚自己是什么 常常在变的 人物在变的 我的大学本科 我是练机械 我本来大学本科 我练机械 我在硕士班 博士班 我这个研究所的阶层 我练管理 我转练管理 我到社会工作 我现在练了吗 我练的是心理师 是资商 是辅导 我现在在工作做这一块 你看看我这一辈子 我转了多久 我从最硬的 转到最软 对不对 原来机器 我是对机器作业的 我现在对人来作业 我变化多大 人也是在变的 我也没做自我探索 我也天天在自我探索 可是我还在改变的 这就告诉大家一个概念 人常常在什么 在变化 所以 The Watchman 他讲的句话很多 他说 Change never change 改变永远不改变 对不对 所以我们人会天天在变 那你要去变 你要去了解自己 所以你不停地 每天门听自问 我是谁 我喜欢什么 对不对 我做了什么 你多了解你自己 当你对你自己了解 了解得越透彻 你越能够成功 因为你做你最有力的事 对不对 我的个性 如果说不就用HoloCore来讲 我的个性是一个比较喜欢社会有型的 那你就跟人相处 对不对 你的个性是一个 刚才讲过是一个艺术家型的 你就不要跟人相处 因为你艺术家就处置在自己的世界 那你跟人相处你就做不好 你明明是艺术家 连到艺术馆的馆长 我告诉你 这个艺术馆是依靠的 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做管理 不是说我是一个艺术大师 我就会管这个博物馆 错 博物馆不是艺术家馆 我自己叫出版 我说出版社不是作家办 作家办出版社不完美 那我是作家 我办出版社不完美 对不对 我是最好的演员 我来拍片 不卖座 你会演 你不会拍 对不对 我是最好的球员 我不会打球 我不会做教练 我是最好的教练 我不会打球 所以看美国MBA 很多的名教练 会不会打球 他不会打球 各自爱 他就专门指挥那些大哥 为什么 他的重点不在打球 他重点在调兵前提 这样了解吧 所以你要为你自己的专业专长 你为什么 你强在哪里 做你的强的一面 你会成功 被认识生命 对不对 当你了解自己的时候 你就想到你尊重人家 你越了解自己 我给你讲个笑 也是实话 我哥哥的儿子 他在医院里面做大哥 他有时候给人家开刀 这个故事非常好 我常常喜欢讲给他 那 这个台湾很多黑色为了流氓 打架 那我知道砍人杀人 杀人就受伤 受伤就送到医院 送到医院 就要去急诊 那我这个儿子 有一阵子在急诊室 在值班 那这个流氓杀人以后 身上有伤口 到这边来 要来治疗伤口 要缝 一般人的话 一定会打麻醉剂 然后才缝 那我这个儿子 他也在做生命教育 他要让生命感动生命 他这么做生命教育 这个时候缝啊 不打麻醉 那你想缝针的 不打麻醉很痛耶 那个流氓啊 那个流氓 他砍人很凶啊 可是你缝针的时候 他说 哎呦医生啊痛啊 我在指指队长说 会痛吗 不会痛啊 你砍人的时候 你知道别人痛啊 他说我不知道啊 他说对了 你都不知道别人会痛 你怎么会痛呢 所以不会痛啊 他就继续缝 不但缝 还这样子跳 他说经过他缝似的 都感觉不一致 因为他就了解说 我杀你你会痛啊 那下次就不要杀我 我杀我又会痛啊 对不对 他就是这样 哎他就做的方式 他说他跟我讲 他说叔叔啊 我能改变多少 我改变多少 我在我的肛门里 改变不了 那个流氓来的时候 我就给他 哎你要缝是不是 我就给你挑来挑去 挑着那个皮肚痛 对不对 那个流氓好重啊 对不对 好重 好重你快来吧 他还不要杀人啊 他不要了 不要了 不要了就慢慢来 对不对 好 我讲这个故事给你 也是一样的 用生命 敢用生命 用生命 耐用生命 生命教育是这样子啊 对不对 你现在讲的没有用啊 你讲的没有用 我跟你讲的是 你能够实体的 因为你们是生命教育 教育团啊 我讲的来的 我平常这样出节语 是算好几万的 跟各位是免费的 因为我们做交流啊 好 认识生命啊 你真的了解 了解完了以后才会 你才会懂得欣赏生命 对不对 因为 你这样子感觉生命很贵嘛 生命很贵 他会欣赏 你看看这个世界 我们想说 有其他的人 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如果学习鼓掌 学习肯定别人 这个很好 所以我常常跟我孩子们讲 说 要学习肯定别人 我太太每次说 哎呀 说 你呀 教书教久了 就是一张嘴 所以我就是一张嘴 我每天很肯定她 她做的菜 菜难吃 我都说 好棒啊 这位都是这么好的菜 对不对 真的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这个比较这么难吃 当然 可是我不会说 他做的这么难吃 我说真的跟别人不一样 还不是好还是坏 没关系 因为这里就是这个 欣赏你的 我欣赏你的手艺 学习 其实你忍在一下一下 我说你这样 退一步什么 保百人生 道理是一样的 你肯定她一下 你看她有多高度 对不对 我早上如果我懒得冲咖啡的时候 我平常自己冲咖啡在家里 那我懒得冲得好 因为我太太说 哇 今天很想喝咖啡 她说 那你就去冲啊 我说我是想冲啊 但是我想喝一杯 比较好的咖啡 她说 哪里有好的咖啡 我说我也不知道 爱心的时候 不断出来的咖啡 永远比较甜 对不对 她说谁是爱心的时候 那就是侵害了你啊 对不对 对不对 她就回家去帮我清咖啡 对不对 因为她是爱心的时候 好 所以就是彼此互相 都互相 所以你给她指定 你给她肯定 她就报应你 计较 对不对 你肯定她 但是我们讲 我们要欣赏生命 我们如果欣赏别的生命 别的生命到过来 就欣赏我们的生命 所以你要去了解 当你欣赏生命的时候 你就要尊重生命 因为生命有生命能吧 人格权 对不对 生命的存在 它有它的人格权 这个社会我们一直强调 物种为什么要多元化 大家都要存在 你看 整个的社会 整个的世界 有三千多万种生物 三千多万种 不要忘记 人类每天屠杀 多少种 对不对 我们每天把生物都 对不对 像我们老广 你看我们广东人 哎哟 除了已知不识了 四个假的已知不识了 对不对 那已知不识 其他四个假的都是 我记得我到广州 那个餐厅就跟我说 先生啊 要吃什么 我这里什么都有啊 自己看着你 我看到笼子里面 各式各样都是 那这样点 艾滋病 那个SARS怎么不会来 对不对 SARS当然来 野动物有很多是不卫生的 那我看 大家知道什么 我个人感觉 第一个 是对环境的一个破坏 对不对 因为这些生物 越来越稀少 对不对 什么地方只要被中国人住了 都没有了 中国人一住我就没有了 这个非常可怕 对不对 你我都是中国人 我不要调整一下 那有东西真的要去注意 真的要去注意 不要 什么都要吃 什么都要弄 你要去心掌 台湾这几年经过台湾 香港不知道 我不该讲 因为我不是常驻香港 但是我常驻台湾 我了解 台湾最近去 你们不在台湾常驻 你常驻你会发现 台湾的街上 现在街道上 以前很少 各式各样的凉 都是麻雀 只有麻雀 可是台北现在有很多 已经开始各样的凉 在台北的街上已经看到了 马路上 树林上已经看到各种凉 为什么呢 这就证明说 以前没有人打 以前那个凉 羽毛很漂亮 一枪把它打死 对不对 打死完了你就看不到 咧 我们常常讲 印第安球长的话 有个故事叫做印第安球长 印第安球长讲什么东西 他就讲说 我们不要烂 我们不要烂死 今天我们 食物野兽 我打多少 我要吃多少 我打 这个小的我还能打 因为要拿成长大 对不对 那个大的多了我才能打 对不对 但是我要用多少 我要吃一只猪 我就把一只猪打死了 不是我们中国人 中国人是看了一群 一群动物 打了中国人打了 一群动物 别别别别别别别 一直打 全部都死光了 有成就感 全部都打死了 全部打死了 明天怎么办 那明天没有了 对不对 不能全部打死啊 打一只就好了 对不对 我们台湾的原住民 一个村落 一个村落 去哪里 打一只大家就回家了 给我们全水起来 跟这一只 他不是说 你加一只我加一只 都都分完了 明天全部一起饿死 对不对 一起饿死 没有了 其实印第安球长的话很重要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生命教也是这样 要尊重生命的存在 对不对 最后你就知道什么 生起生命 没有这些东西我们怎么办 对不对 看了 台北 中国大陆说 送两只熊猫到台北 你们有没有到石川的龙钢去看过熊猫 你们有没有啊 我到龙钢去看熊猫的那个 保育中心 我去看 熊猫生出来的时候这么小 你看熊猫这么大 生出来这么小 我在看熊猫奇怪 他就把那个熊 他说那个是 那个博物馆嘛 展览 出生的熊猫 那个死胎啊 一点点小的 然后从来就直接长大 熊猫要长得这么大的时候 要好几年就长大 对不对 那人把他杀掉了 下次他再生就很难生 对不对 那你看看 熊猫现在感觉很可爱 你就去到那个动物园 你就去看熊猫动物园 他会有时间到了 他会带出来给大家玩 你看看真的是很可爱 可是我们现在做观赏用 我们下一次给他 台上他自己能够研发 没有自己存在 现在是靠人在保育而生 对不对 那这个动力 这个动作 我觉得人类是要做的 保护动物是要做的 所以这个也只能告诉你 你今天谈生命教育 你谈了半天 你有没有做到这些 认识生命 心想生命 尊重生命 尊重生命 身心生命 如果每次做到这几点 不懂什么叫生命教育 不懂 你这么想 我去做到这里 你这么想 你有点 有点 你这么想 你这么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